朋友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巴西A隊對上挪威A隊 那這一場比賽應該有大家熟悉的那個男人 Viper 來看看Viper Viper這邊是選擇了紅色的玩家 那紅色玩家Viper選擇的是瑪雅 那瑪雅這個文明在前期的弓箭手 價格是非常便宜的 在前中後期都一個不錯的經濟的影響力 那後期還有這個老鷹飛 一百血的老鷹可以到處飛來飛去 所以老鷹這個單位呢 對Viper來說應該也算是精華這種精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黃色 黃色是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也是我們台灣女 台灣女四季直播主小恐龍的男朋友還是老公 MBL 那如果大家對小恐龍的話有興趣 可以去到Twitch搜尋小恐龍三個字 他也是一位世界帝國資深的玩家 他最近也有參加台灣A隊的比賽 有興趣的話可以帶回去看我們台灣A隊的比賽 有出現小恐龍 好那MBL跟Viper呢都是這個挪威人 那這次很榮幸 他們兩位居然也有參加比賽 本來還想說跟天空熊討論 這次國家盃應該不會有太多妖魔鬼外出現 但沒想到 因為這次的獎金池並不高 所以他們覺得不會有這麼多高手 但沒想到我們的四季獅神 然後這個Viper也參加這個比賽 哇這個也是讓人振奮人心 所以這次我覺得國家盃我會想播也是這個原因 這個太多大神來打 連這個中國的幼爺也來打 很多我想想想看的職業選手都有參加 所以我們就最近會播這一系列 趕快播 因為到了下個禮拜之後改版 就沒辦法再繼續播這些國家盃的比賽 那只有後面比的比賽我才可以繼續播了 好那我們趕快把已經打完的比賽全部播出來 好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這邊沒意外 團戰的話應該就打駱駝 畢竟是內夾 比較直觀一點是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打這個紫色 紫色是這個高棉 那高棉的話比較適合打這個重裝騎士 因為他是內夾的部分 那後期一樣打大象也沒什麼問題 基本上戰術都是差不多的 那奴巷炮有人會問那怎麼辦呢 奴巷炮的話基本上是可以無視的 這個成本太高之外 然後戰場的控制力也不太夠 因為畢竟中後期大象來說的話 可以算是一個攻堅的一個實力部隊 但是奴巷炮是沒辦法 還是很容易被擊垮 好所以這個高棉的奴巷炮有點看實際帶出的 有點在娛樂場的時候才會打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橘色 那橘色的部分是選擇了中國 那中國外甲也是非常強勢的 好中國中國諸葛連奴 還有這個他的強奴 都是打外甲的一個好選擇 那基本上中國也沒什麼太大弱點 但是實力就是普普通通 但是如果高手來玩的話就玩的特別強 好我們繼續來看對手 那巴西隊呢 藍色選擇的是這個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話可以讓全體的隊友使用傭兵 可以變成一個極戰力的部分 但是這一場的感覺 我應該是覺得他會出這個勒奈爾弩手的感覺是偏多的 那不然就是單純打工兵路線 那因為現在看到這幾場的感覺 大家都是不會打一個非常大 大封建快攻的感覺 所以義大利人這邊有可能會提前去挖石頭 產出這個勒奈爾弩手 會比較穩定一點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驅著羅倫 驅著羅倫的話一樣就是打駱駝還有這個沙奇馬 這個我們就不多多介紹了 那他的特色是可以把這個鵝放到這個魔方裡 那這邊隊友給他兩隻鵝喔 這邊隊友很貼心 給他兩隻鵝讓這邊魔法 可以讓他到十隻 訓養的動物進去裡面 再讓他生產食物更快一點 這不是走過頭了 這個鵝 我的老天鵝 他是不是迷路了 還是他這是要還給隊友 他好像找到隊友的鵝 給他還是要還隊友 如果是我的話就說沒關係你拿你拿 我這邊吃果子喔 傻天 吃住了 是我的話我就會想要給驅著羅倫 好那這邊封建時代已經點下了 是這位兇人 兇人那一家的話通常是打騎兵 那帝王時代可以打這個達拉和騎兵 或是點下這個掠奪子 讓這個馬鳩也可以生產達拉和騎兵 兩種選擇 接下來是打這個灰色 灰色是達達人 那達達人的話一樣就是打馬功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畢竟有免費的拇指環和安行人戰術 馬功路線一定是比較OK一點的 好那我們這邊就稍微遊戲 稍微加速一下看一下裡面會怎麼打 因為這邊我已經盡量了 前期的講解會算是比較普通一點 不要再這麼弱弱等 因為畢竟有人在抱怨嘛 我覺得有些人也會覺得說 前期的講解可以多一點 但有時候我一講解起 也會很容易控制不住時間 因為畢竟四季立國這遊戲有太多細節可以講 一一講完的話確實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盡量還是用簡短的方式去講解 那如果講解完之後還有時間 我們再來繼續討論 那一樣我們還是要以這個遊戲的流程 跟這個流暢度 來解說比賽比較好 好那這邊 曲德羅倫出來挖伐木的村民 直接被對手收掉兩次 這個直接兩隻手直接收掉了 那看起來這邊前期一個打開戰 但大家都是一個刺猴先去前期看 你們抓肉蛋村民 那抓都還不錯 魔衛隊這邊反應還是不錯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稍微關注紅色 跟這個黃色的刺猴 這邊這個是MBL 跟VIPER的刺猴 那VIPER這邊早就已經在前面了 在開桶 那這邊老鷹要小心一點 老鷹在封建時代是打不贏刺猴的 因為刺猴本身是到封建時代是五攻 但是老鷹只有四攻 所以很容易就被打死 好像這樣子 好那這邊匈奴有蠻誇張的喔 這個刺猴一直按 好來看一下匈奴的經濟狀況 喔他這邊錢灑的很快速喔 那這樣子的話 經濟上穩定會比較好一點 但他有點這個一級農嗎 唉唷他點一級農是不是 唉呀哇這個匈奴 這個匈奴有料喔 這個基本的經濟姿勢 很穩定就先點上 因為有些人玩匈奴 他會忘記去點這個一級農 然後已經先撒田了 為了要穩定自己的肉量了 但我覺得你真的要撒田的時候 一級農點下 還是會稍微賺一點點喔 好不然這個經濟還是會虧蠻多的 我之前有嘗試用以前打法 就是有以前教學的片 都會說 唉你這個一級農到了城堡時代 點下去之後再點就好了 但我發現其實 如果你封建真的開打起來的話 時間一拖久 你又沒點一級農 那個經濟木頭消耗量還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覺得一級農在 撒第一片田之前就點一下喔 是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又是出肉麻這種情況 肉麻又很貴 一隻肉麻要80肉 比這個騎士的肉還要貴喔 所以這個肉麻要怎麼按得出來 就是一門學問啦 那兇魔這邊我覺得他的經濟配置就很不錯 這個肉量都獲取得蠻穩定的 那他這邊有點下補 冰工廠也補了喔 冰工廠補一下之後看來是要點一級攻 現在刺猴比較蠻流行喔 封建快攻刺猴會點一級攻 我不是一級防喔 因為正常大家的觀念都是 近戰單位喔 騎兵跟步兵喔 都是優先點防禦喔 當然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到了封建時代 之後落馬的一個前期進攻的時候 他們會優秀於更打這個一級攻的部分 因為傷害在這個 刺猴來說算是蠻高的喔 因為基本就五攻了吧 那你再點一攻下去就變六攻了 就跟這個裝甲步兵的攻擊力是一樣的 而且移動速度又快 如果再加上血統 直接又多20滴血 哇這個是 跟鬼一樣 這個刺猴 那我覺得現在CD5 Meta一直也有在改 所以也不是說 一種Meta就是從頭到尾 大家都會這樣子打到底的 好那Biper這邊是沒有選擇圍死的 那這邊是小圍 Biper算是走一個 自己流 Biper的習慣就是正面圍一下 然後後面稍微用冰檔 然後都小圍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後面就沒辦法團圍囉 那到處都會有洞 所以Biper這邊要小心喔 會讓隊友直接爆開的一個問題 因為隊友是沒有圍死的一個狀況 好 那如果隊友沒有圍死 這邊刺猴 能收到一村的感覺 哎呀這個打打打得不錯 好 那現在目前兩邊的刺猴都沒有點一級攻 讓我蠻意外的 啊那我 我看到為什麼啦 他這裡沒有點一級攻的原因是因為 他沒有出這麼多肉嘛 已經點上城堡時代啦 難怪不點一級攻喔 那邊刺猴只是 稍微小打小鬧而已喔 好那目前看起來大家都是蠻穩定的 經濟開始慢慢好轉起來 基本上該點城堡都點城堡了 那MBL這邊還是封建時代 還沒有升級嗎 看一下這邊還在出村民 按到了36村還在出村民 欸這個是什麼套路呢 MBL MBL 這個打打怪怪的 36村還沒有點城堡 重點了重點了 好像有點呢 稍微失調了 這邊是工兵出太多 我不確定啊 他也不肯出工兵 他是印度斯坦的 只能出這個駱駝來打 我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有 原來他是肉馬出太多 哈哈 好那你看這邊肉馬 一點到城堡時代 一級攻就點下了 這個就是新的META 大家都會覺得 馬都是要出這個馬坎 但這個META就是人不一樣 真的是比較頂尖的玩家 這個打法是會稍微不同的 好那這個一級攻點下 哇真的品種 哇我剛剛講的這個打法 MBL直接完美的演繹出來了 那這個也算是近期的 也不算近期啊 就是今年 上半年的時候 還蠻常出現的一個高手打法 已經有點顛覆了之前的一個觀念了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也確實是不錯的 全部投資攻擊力 那如果是防禦部分的話 就投資血量就可以了 提升了10滴血真的很多 好那印度斯坦 MBL這邊一上到城堡時代 待會可能會直接升級清奇兵 還有這個二級防 那但是到了城堡時代 就是四升二防 而不是升二攻 這個就是細節 封劍時代可以先優先升攻擊力 後面再去轉出這個二級防 就很好用 好MBL待會 所以三七村上 那Viper這邊直接開啟了他的3TC Kaino 那直接蓋城堡出了羽射手 哇這個時間點出得很早 然後這邊羽射手一出來 就直接往對手家裡跑 好這邊裡面的村民直接蠶死 把木工全部原地倒光 好那這邊MBL 還沒有第一時間去點一下攻防的部分 是先把這個經濟拉起來 二級木先點下 那這邊待會可能還是會點一下這個清奇兵的升級 因為現在要開TC要存點肉 因為他待會3TC要運轉 絕對不能斷存 那這個刺猴的升級也不會第一時間下 因為刺猴的升級是需要150肉的 那他這邊需要存肉 MBL這邊經濟有300多肉 其實這邊是可以考慮去按下去的 就看他不要按而已 那這邊 這邊隊友城堡時代 他可能跟MBL說 欸我這邊城堡時代慢了 對方都全上了 中國這邊城堡時代才剛按下而已 所以先行撤退了 這邊隊友溝通還不錯 對我做到一定的事情 我覺得打這個四翼帝國團戰 能不能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像我們一般玩家在打野團的時候 不能用疑問溝通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你完全不知道對方想表達什麼 然後自己也沒辦法打得很好 跟隊友配得很好 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四翼帝國2 是一件 是一個這麼難上手的遊戲 團戰來說溝通是相當重要的 然後單挑來說又要學很多細節觀念 團戰也是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一直喜歡四翼帝國關係 太硬殼了 我覺得我這個人有點被虐傾向 很喜歡玩這種超高難度的遊戲 像什麼艾爾登法環啊 不用任何道具 然後只用一根棍棒 初死棍棒 然後從頭打到尾 然後也不穿防裝 道具什麼都不用 只用翻滾攻擊 跟跳躍 還有重攻擊 這幾個指令 全部通關 我覺得這樣子玩遊戲 超這個 挑戰自我的感覺 因為你只要經過這麼高難度的遊戲洗禮之後 你對於所有的遊戲 或是生活上遇到一些問題 你就不會一直去煩惱說 啊該怎麼解決 你就會運轉的思考速度會快一點 那我覺得玩四翼帝國話 其實也有助於這種想法 就是不會讓你過度悲觀 你會去勇於解決問題 還有去 會看到問題點在哪裡 然後就近人遠之 就會讓你的想法 或一些觀念 提升一個檔次的感覺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見解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是這麼想的 好 那這邊移到城堡時代的中國 奴兵升級好 二級色跟奴子環都點下 那目前驅逐盧倫是出沙琪馬 這邊沙琪馬要打 這個攻兵效果很好 但數量有點差 那目前以挪威來說 這邊的攻堅戰力是非常足夠的 哇 前面再直接壓一個寶 白艾伯這邊壓城堡在前線 那待會補這個羽毛劍射手 效果就會更好一些 好 那VIPER這邊數量已經來到68村 但是創民術並不是最多的是VIPER 而是這位高敏 高敏是直接4TC開農 而且到現在一隻兵都沒有出 很專心喔 欸有出兵不好意思 出了大概少量的四隻騎士 那中間大戰的感覺 感覺VIPER這邊要趕快補過來打 OK補了過來 後面印度斯坦落頭也補了過來 但是清奇兵依舊沒有三級 那這邊兩邊互打 結果感覺挪威隊拿到了一個優勢 這邊莎奇馬一直互相抖動 但是他隊友一直往前送 這個灰色的打打馬弓沒有送好 直接在前線送光了 後面只剩下兩弓灰色的馬弓 結果這邊直接變成三打四 VIPER這邊還有四國直接圍毆上來 但紫色的兵其實也不多 也只有兩隻騎士而已 基本上是三打三 但是工兵的數量很明顯的 挪威隊是比較多一點的 巴西隊這邊工兵數量其實有點少 那MBL這邊有補了一些路頭過來 但是很快就被打到 後方的工兵的時候還是打得有點痛 趕快補趕快補 哇果然是MBL主扛前線的肉盾位置 光明這邊他們可能是有跟高明玩家好先講好 我們這邊錢壓的話你就繼續專心龍 兵不用出太多 紫色已經完全斷兵了 他是專心龍 然後應該是要打一個帝王出襲 重裝騎士暴 有點像是波蘭的打法 那高明來說可能這招會更強一點 因為畢竟他有三級馬坎 所以坎度更強一點 好 但是造價來說是比較貴的 欸這裡走好像有點LAG 好 那目前挪威隊這邊的進攻 稍微有點被減緩了 因為這裡沒有更多兵補過來 但是這個城堡只要蓋好的話 基本上又可以傷到對手了 我怎麼覺得今天有點LAG 是我10天沒關機的關係嗎 已經錄了太多影片了 電腦快要承受不住了 好像是欸 好像錄太久了 好 左邊這邊開一下TC要往外擴張 但是這時候擴張有點危險 他是為了因為TC的關係 一定要補地上TC把這個經濟拉回來 如果沒有馬上再補下TC的話 這個經濟很容易就崩了 但是他這邊開得太前面了吧 但不開這前面好像也沒辦法 開別的地方也是蠻遠的 好 VIPER直接繞到右邊做一個騷擾 這邊牧區的村民直接拉走 殺起馬在後面也不敢直接硬上 因為後面有駱駝 MBL這邊一直跟著VIPER走 兩邊都有做到一定的事情 欸這邊好像沒空好喔 好那這邊終於點一下地龍時代的高免 紫色點下的品種跟一擊攻 好那待會就會出現高免來一打四的一個畫面喔 那目前巴西隊並沒有人專打後期喔 那只有這個藍色經濟比較好 但這邊是出奴兵喔 奴兵他其實暗的數量也多喔 但經濟是最好的村民數來到了一百村 那待會的話還是要蓋這個城堡會比較好 出這個熱奈爾奴手 然後再加上巨盾喔 打對方攻兵喔 或打騎士都很有用 但是他還是有這個產能問題喔 因為熱奈爾奴手是需要透過城堡才可以產出的單位 所以這邊石頭待會要多挖一點喔 才可以大量生產 在那之前喔 還是會先用這個奴兵喔 強奴去做一個防守的一個用途 好那這邊 VIPER隊友中國玩家好像有點小小失誤 送掉了一些 這邊其實中國玩家這個攻兵喔 就不要一直再往前送了 就在這個城堡附近喔 等待VIPER他們的指示就好了 或是去找個漏洞打 或是等後方喔 高免這邊大象過來 一起再推進就好了 這邊前面就不要再往前送了 好那這邊高免果然是打大象 大象的血量227滴 270滴血喔 270滴血喔 然後再升到精銳之後 就有這個320滴血吧 印象中 好那VIPER這邊經濟來說還是很穩定喔 哇你看VIPER這邊還有100吋喔 鑽西農的高免現在有134吋是正常 但是高免這邊農的也是蠻順暢的 該農的都有農到 好這邊鑽西瑪想要來抓VIPER VIPER的羽射手能抓到嗎 好像看到這一坨VIPER能逃得掉這一波的攻勢嗎 這邊要鑽果子嗎 但是這邊如果回頭慢慢射的話 可能會打不贏喔 因為鑽西瑪有這個閃避箭矢的功能 而且跑速還比羽射手還要快 這邊他應該在call MBL了 喔MBL會過來即時來救援M 即時救援VIPER的羽射手嗎 喔來了來了來了 OKOK看到MBL過來拯救 果然還是要call一下 好那高免先要拿出自己的優勢了 大量買賣一波換一下經濟 回復換黃金 點下了金瑞茅相夫的升級 三攻 三攻還沒有點下 三坊已經點了 好再點下這個象牙劍 再增加大象的三點攻擊力 攻擊力可以來到高達20幾點喔 好左邊這邊駱駝一直壓制對手的殺騎馬的路線 MBL這邊可能 要稍微拍一些駱駝去右邊囉 欸我覺得好像 好像是不是 穩了 好像也不用去右邊喔 右邊這邊基本上沒什麼東西可以擋 除了熱奈亞弩守以外 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打 不然就是屈酒羅人不能再出殺騎馬 趕快出駱駝了 唉唷在錯了在錯了 OKOK這邊殺騎馬已經斷了 欸 遊戲遊戲很卡很卡 我以為閃退了 還好回來了回來了 我看來是太久沒關機了 待會重開一下再繼續錄 好那這邊金瑞毛相夫 數量已經非常多了 哇已經14隻了 來攻擊力14加我19攻喔 但是三級攻還沒有點喔 三級攻點一下 再跑了還有20秒 跑完之後三級攻就會有21喔 21點的傷害 好那這邊對手匈奴 自己的騎士也慢慢轉出來 重裝騎士也三級好了 但是右邊這邊其實有點尷尬 這邊熱奈亞弩守已經再出了 OK 熱奈亞弩守打大箱的話 傷害也是蠻高的喔 這邊駱駝過來打一下 左邊Biper再壓一個 城堡直接壓在這邊 想要來控這些石頭去喔 哇這個城堡下的位置也不錯 但是這邊大象看到 大量的熱奈亞弩守只能撤退 那Biper直接拉了一堆公民過來 過來防守 好 熱奈亞弩守的防禦 應該是0加2 那與射手的遠防是比較高的喔 2加4 本身的防禦就有基礎2 但熱奈亞弩守是0 但是義大利還有巨盾科技喔 可以稍微再補一下防禦力喔 可以稍微再補一下防禦力喔 但是對上與射手的話 基本上是被counter的情況 OK 左邊 Biper這邊看到大量殺西馬 第一時間還是射駱駝 你看細節 世界冠軍 傷害都把 這個傷害打到 需要counter的單位身上喔 非常的好 好 那這邊有少量大象被抓掉 Biper再持續往後拉 但現在左邊這邊也在開打 MBL帝王駱駝已經升級好 去追阻對手的重裝騎士也是綽綽有餘 Biper現在兩邊在互相開戰 那對手 意大利 意大利這邊工兵也是持續的 所以Biper的工兵造成大量輸出 前線就靠這些駱駝直接吃掉 那目前印度 印度斯坦的帝王駱駝應該是無雙開砍 有這個25%的攻速加成喔 基本上 全部的馬就是 想打誰就打誰 無雙狀態 雖然右邊Biper這邊已經被殲滅掉了 但左邊Biper這邊的城堡已經建立起來 左邊這兩塊石頭也被吃掉 只要這個城堡一鍵起來的話 左邊這些TC也會大難領頭 這原巴西隊就打出了GG 因為左邊基本上也被MBL全部吃了 而且大象也來到左邊了 左邊隊伍全部 正面軍隊全部消失了 只剩右邊而已 這一波 Viper跟MBL的連動也是相當好看 駱駝跟魚射手的攻擊 資源時間點是相當巧妙 都有做到他們該做的事情 該保護工兵就有保護工兵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應該是高免第一啦 因為高免這邊專心農 全場就只有他專心農 其他人都一直在出兵 他最後一上層按了四隻騎士 因為四個騎士應該是多出來的肉 他3TC可以正常運轉 然後四隻騎士剛好是他的極限 通常這個上城堡 先按四隻騎士就是標配 這場很可惜 巴西隊輸掉的比賽 那我們也恭喜挪威隊拿下他們的第一勝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第二場比賽吧 好的 那接下來來到了挪威A隊 對上巴西A隊的第二場比賽 那戰場比賽是定技場地圖的樣子 那我們先來介紹橘色的文明吧 橘色文明的話 孟加拉人可以打這個前期的裝甲 工程戰項的一個前壓 搭配隊友的工兵 做一個combo輸出後期轉向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有人會說那戰車呢 戰車基本上團戰不會出 那單挑也是 單挑出場的機率也是很少 那基本上喔 戰車也是當馬功使用 這個近戰模式很少被切換 所以我個人覺得 孟加拉這個文明喔 還是打這個申柳 還有這個工程戰項 還有這個相公路線 還是比較適合他一點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那隊友這邊是選擇了 這個紫色 紫色是Viper嗎 對 紫色是Viper Viper這邊是內甲 內甲選擇的是庫曼 庫曼的話競技場 一直都是很熱門的 原來他這個前期 就可以蓋出TC喔 那只要對方沒有直接開稿 那他的經濟依舊是很誇張的 很難解的 因為封建時代就有TC喔 村民宿自然就會多 那後期可以打遊俠跟青茶 那團戰來說 內甲打遊俠的成分是居多 青茶是不太可能會出現的部分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條盾 條盾是MBL MBL選擇是條盾 條盾的農田很便宜 再來就是他的近戰單位 還有騎士 都有這個異防加成 城堡時代加異防 那帝龍時代總共是加了二防 所以到了帝龍時代的遊俠是非常硬的 近戰的部分 但是他的由於沒有跑速的關係 所以會比較擔心一點 被對方的駱駝追著打的一個問題 那給他一個強化 就是讓他所有單位有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讓他來說不會因為跑速的關係 到城堡時代就輕輕鬆鬆被對方 招響掉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紅色囉 紅色是霸佔體人 霸佔體人的話 城堡時代 可以趕快喔 單TC喔 上帝龍 因為他的單TC的打法 比較適合樹帝龍打法 那樹帝龍的好處是 他的造價比較便宜 他的帝龍時代只要600多弱 黃金也只要400多 那還400多一點點 那奴兵的部分呢 就可以快速升級到強弩 那進了 可以用這個城堡寶推喔 加上強弩 然後再加上城堡 巨型偷死機喔 直接開拆對手3TC開弩這個狀況 因為對方3TC開弩的話 通常他也來不及點帝龍時代喔 你就已經上到帝龍時代了喔 然後就可以繼續往前推喔 把他的3TC全部拆掉 那這是一個比較進階的玩法 那拜登庭在阿拉伯 還有這個競技場來說的話 都算是不弱的文明喔 而且他的駱駝跟垃圾兵都是很便宜的 所以他彈性來說也是蠻OK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拜登庭 不是拜登庭 這個巴西隊 巴西隊這邊是選擇了葡萄人 葡萄人的話他的黃金樹 是比較省一點喔 所有的黃金單位都有20%的一個折扣 那如果是在外加的情況下 有很多人會打這個直層 然後蓋寶 蓋城堡 然後用風琴砲 寶吹的一個打法 所以這邊拜登庭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風琴砲 會不會直接27P 直接挖石頭上城堡時代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的話 通常是用在競技場 還有這個阿拉伯單跳 直接27P上城 然後蓋城堡 然後這個城堡蓋這個位置 然後直接控你的主金 然後城門射爆 直接殺進去 用這個風琴砲射進去 好 非常狠的 哇 果然挖石頭了 哇 才剛講完 你就在要搞了對不對 基本上喔 這個火槍文明喔 這個西班牙 或者是 或者是這個葡萄牙 或是土耳其人 在競技場來說 這個戰術是非常熱門的 所以你只要在競技場 看到這三個文明喔 你就要意識到 對方可能會先挖石頭 然後上到城堡時代 就直接到人家門口蓋城堡 這是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 那綠色的部分 選的是這個 博恩蒂 那博恩蒂的話 他最大特色是 可以再提前一個時代 點一下這個經濟科技的升級 像例如一級伐木啊 或是模仿 這個都是可以提前升級的 黑暗時代就可以升級 封建時代的一級木一級龍 但是他這個流程 是有比較嚴格的去 調配的 你要點下了 封建時代的升級之後 才可以去點一級木一級龍 才不會造成你升時代的一個問題 好 那像是這種情況的話 基本上 博恩蒂就不會再去做一個 提倒神科技的一個重點 他有可能直接25P 然後直接上職程 就是正常的職程開局的方式 那中間的時候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去點一級龍一級木 然後直接盤二級龍二級木 這一個打法 這個是比較算是細節的部分 團戰玩這個伯恩蒂 是需要注意的 因為大部分玩家 打這個單挑的時候 都會習慣性 封建時代點下去之後 就馬上就點一級木一級龍 但是這邊就已經點了耶 哇靠 好 那當我沒講 每個人的打法 可能真的是不一樣 因為我也習慣是這樣點 我的習慣是像他這樣子 點一級木一級龍 我想說奇怪 怎麼他升得這麼慢 好吧 那可能我的認知上也有錯誤了 好 到這邊前面 結果是霸戰亭 這邊選擇了塔公公戰術 這邊進入是一隻村民 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是競技場 塔公公戰術 塔公公戰術 就是用塔公之外 然後後面再用這個公兵 所以我們就稱為塔公公 那塔公公的話 這個名詞就有點風趣 有點是那個港片 什麼公公 就是那個 港片的酒品芝麻官 什麼公公 所以就是有點這種諧音 塔公公 塔公 然後再攻擊的弓 然後再用弓箭手的弓 做一個名稱的一個 叫法 那戰士這邊 半戰情是沒有出這個 這個什麼 射箭場 是單純塔公 然後後面下這個兵工場 待會還是要來直接打一個直層 通常他這樣子直層的話 速度是不會跨到哪裡去的 因為他必須要挖石頭 用廖望塔去拖延敵方經濟 所以這個打法 我覺得來說 五個人去 我以前都會說 四個人去蓋箭塔就可以了 當然四個人也可以 因為四個人進去箭塔的話 攻擊可以最大化 五個人就會沒辦法 但五個人的好處的話 就是雖然五個人 跟四個人的箭塔傷害是一樣的 但是至少蓋的箭塔速度 比較快一點 比較容易成功 塔公的部分 大概四個人到五個人的差距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四個人 最近四個人就可以讓箭塔傷害最大化 那就四個人會比較好 我的想法也是這樣子 好 目前還有最後我沒介紹到 波西米亞嗎 還沒有 青色喔 青色是波蘭 波蘭那家 看來巴西隊是想要打一個 早期進攻 他們想要在帝王出席就決戰了 波蘭這邊已經點下城堡十代了 那待會應該還是會繼續農 農到這個帝王出席 然後直接爆這個重裝騎士 打了一波 直接收掉兩家至三家 一個強大的波蘭貴族騎士的打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外加的話 打法也順時普普通通 不會有太特別的打法 那他的強勢之處 也是要到城堡時代之後才會比較強 那前期的話應該會先出森旅 然後後轉攻兵 再來就是出這個寶兵 但寶兵的團戰其實也不太強 所以很有可能 就是單純出攻兵 然後慢慢農上去 然後到帝王時代 流彈炮出來之後 才是波西米亞的一個節奏 好 那目前看到藍色這邊 點下了城堡時代三級 其實這位玩家藍色 防的已經算不錯了 兩根劍塔插進來 這個時間點還是點下城堡時代 我覺得已經相當的漂亮了 那半戰體這邊 由於打塔工的關係 城堡時代還有一段時間才可以點下 經濟真的是蠻差的 但是有細節喔 他這邊已經斷石頭了 一斷石頭 他經濟就會恢復喔 那就很有可能可以快速上到城堡時代了 但是只是有可能 你看這邊石頭跟食物 食物量是很慘喔 那這邊還拉了另外一隊 哇靠你直接拉了快要十村欸 拉了九村過來開稿 難怪半戰體喔 這邊經濟是有點慘的 這邊要棄掉這根劍塔 這裡要往後挖嗎 還是這邊要直接開這個採礦 一定去挖人家的黃金呢 這個是半戰體需要思考的問題 好 半戰體這邊可以開始大挖黃金 靠一波買賣喔 直接買肉上去喔 到城堡時代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上城堡時代實在太晚了 對手葡萄牙早就已經到了城堡時代 但他自己還在封建時代 那最晚上城堡時代的肯定是半戰體啦 半戰體我覺得這樣打不太好 他拉太多資源去開稿了 那搞了這個東西 這根劍塔其實能 干擾到的一個程度也不是非常嚴重 但是我覺得他是有意為之的啦 因為他知道對方是葡萄牙 就是我們前期說到 他可能會蓋城堡前壓 然後用這個風琴砲開始壓他 但是他只要把這塊 石頭區喔 讓他不能挖的話 他就只能勢必出去挖石頭了 那我們看他第一撮石頭在這裡 那如果他要挖的話 他就冒風險出去挖 不然就是要插劍塔 或是蓋TC之類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根劍塔 他應該是故意的 雖然會自己傷了蠻多經濟 但是還是硬插了下去 那這邊半戰體也是繼續挖了石頭 待會可能還是要靠這個石頭買賣一波 或是直接存動城堡起來 也是可以 好 那葡萄牙這邊是選擇了3TC 開農 那這邊 Poshimia 果然是被孟加這邊僧侶 僧侶 僧侶一戰開打了 那這邊直接出頭車 那可能還是要補修道院了 有有補了 那趕快點下這個宗教狂樂 跟神社的思想 因為Poshimia的宗教狂樂 是可以影響到自己家的村民的 那就可以增加這個村民的移動速度 變成9.6的速度 再加上這個輪走技術會變成9.6 這個跑速會非常快速 印象總版應該是 現在點下去之後只有9.2 0.92 點下輪走之後才會變0.96 大概是這個數值差異 那只要跑得越快的話 村民就可以這樣快速在農田中移動 還有這個伐木的時候 返回伐木場的一個距離 就會比較縮短一些些 還有這個採礦也是 好 那目前這邊兩邊打起來的戰術 並沒有太特別之處 而且孟加也沒有出工程戰項 讓我有點意外 因為通常出這個工程戰項的話 拆這個成本是非常快速 但是他應該覺得 對方Poshimia已經到城堡時代了 這邊出頭車的可能性更高一點了 所以就沒有出工程戰項 去直接頂成本的部分 好 那目前兩邊都在努力開農 Poshimia是3TC開農 那這邊可能要挖石頭 挖石頭可能會出事 那他這邊石頭好像也挖不到 哇 石頭在前面啊 哇 那我覺得Poshimia應該是沒了 他如果不能用城堡來守住的話 只能圍死 那圍死的部分 你沒有這個城堡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投射給砸光的 除非你擠了森里戰項打贏 不然就趕快速上帝王 點下這個最俗思想 或是自己的火炮出來 做反制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 好 那這邊最俗思想 果然已經點下了 果然結果是 這個孟加拉先點了 好 打得非常侵略 好 但是這邊頭車也不敢直接出來 怕被招響掉 所以這邊 在存這個頭車的數量而已 好 那庫曼這邊開始濃了起來之後 連這個沖車都開始在生產 那這邊2TC之後 城堡實在就沒再繼續點了 這邊是準備要上帝王嗎 沒有再繼續開3TC耶 這蠻特別的 好 那目前家裡外的 這個 劍塔也終於收掉了 用這個村民去把它補一個牆 頭車也開始在慢慢插箭塔 那我覺得這波打的其實前期還蠻 風平浪靜的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頭車打得不錯 直接砸死兩隻僧侶 但是這兩台頭車也被招響掉 稍稍小小尷尬一點 欸 這邊再砸個一波 oh shit 呵呵 這一波交換我看傻眼了 好 但是孟加拉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帶的 畢竟我剛剛說沒有城堡的話 你還是有可能會直接被砸這個TC的 好 這邊想要直接去毒口 再來不及 村民直接上去硬扛傷害 然後村民一挖 應該喔 但我覺得這個蓋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啊 這個待會騎士還是可以順利砍掉這個房子 然後Poshimia直接暴斃 應該是沒了 瞬間被秒殺 好 那這邊Poshimia直接出局 那後方的波蘭呢 波蘭該怎麼辦了 波蘭這邊要趕快爆出大量貴族 貴族騎士的話 貴族特選我點了嗎 帝王時代還沒有點 還沒點 所以他是沒打分身帝王嗎 我想一下喔 嗯 稍微研究一下經濟部分喔 這邊是點青旗兵欸 貴族特選還沒有點 打青旗兵挺為妙的 OK還是要點貴族特選點下了 忽然還是到點了 那這邊拜登庭城堡也蓋了下去 但是這邊拜登庭氣經濟是非常差的喔 聖明書是全場最低只有51吋喔 連Poshimia已經被抽的狀況還有51吋喔 現在Poshimia已經陷入一個窘境了 完全擋不住 這個已經是沒了 這個不用看了 這個已經是被砸爛了 這個騎士進來真是沒救了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巴西隊的一個成員已經被出局了 那這邊viper 有這個駱駝在前面做潛壓 而且這邊衝車的升級也升好了 待會衝車一升級好要直接潛壓了 還是要等這個大衝車了 好 後來有更多的兵出來了 所以貴族騎士數量開始變多了 好 四台衝車直接衝撞 要來直接拿下這座城堡 後方波蘭的輕騎兵 直接後面想要來後面抓孟加阿的森鋁 VIP第一時間把駱駝往回拉 但是還是有幾隻的森鋁被打倒在地 那這邊高翔也是招翔到了一些單位 然後招翔完之後 開始原地開始補血 開始把這些駱駝還有駱駝的血量補回來 哇 看這個森駝其實蠻抗箭矢 我要射好幾發才可以射死 那孟加拉的本身三防 三防效果 抗箭矢能力是不錯的 好 VIP都在這前面喔 還按 還直接直接硬點喔 直接直接硬吃耶 哇 這個硬吃過來增援的 蓋城堡的這個村民喔 哇 我覺得破爛也沒了 直接消失 好 破爛這邊在後面再補下了一宗城堡 所以第二道防線的防守 那破爛這一波基本上被壓住也沒救了 好 那這邊破西米亞直接被拯救了回來 這邊用後面三個修道院喔 用大量的森駝 直接把對手的單位給招翔走 但是現在破爛這邊壓力到他身上 還不確定能不能擋下來 因為他破爛沒有到地龍時代的話 騎士就只有二公盾反而已喔 但是VIPER這邊呢 有這個駱駝在喔 有駱駝的話呢 你只用這個一般的騎士去打 基本上是打不太贏的 你也不是重裝騎士啦 這個就是個問題啦 好 那一家MBL條盾一直爽爽的 沒有出半隻兵 待會他的遊俠出來 基本上就是一一挑四了 好 這邊升到帝王的還有這個 藍色 藍色到了風琴砲地龍時代 我覺得影響力並沒有那麼的深遠 他可能跟這個敗蛋田喔 兩邊互投入鏡頭時機喔 打小打小鬧 然後就ending了吧 這感覺上是沒什麼太大意義啊 好 這邊再燒個意義鍋 清奇兵再出來砍 但是還是被招走了很多隻的清奇兵 哇 這邊清奇兵沒有控好 只砍掉了幾隻老婆而已 這邊衝車衝撞一波 白朋友沒有再繼續前壓波蘭嗎 還是要繼續前壓 好 那這邊MBL 到了帝王時代了 但是遊俠還沒有點 點下遊俠的反而是隔壁一下喔 這個博跟帝喔 博跟帝嘛 結果科技都是減半的 所以遊俠的升級也是半價而已 只要650肉 就可以點下了 黃金也是非常少 300多黃金的樣子 反正就是很省 這個遊俠的升級超快的 但是博跟帝的遊俠 並不是非常強勢的 因為他這個品種關係 讓他減少20滴血 遊俠只有160滴 等180滴血啊 還是少了一些喔 那這邊兩邊直接開戰 巴西隊的波蘭騎士 直接A的上去跟速量碾壓了 Blyper的一個速量 直接打贏對方的弱駝 那後方這邊 波西麵亞也是拉了一些升級過來 幫忙支持這部的戰爭 打完之後再幫隊友補個血 不錯不錯 但是左邊這邊看起來是大奈零頭了 哇 這邊還出橋盾騎士 什麼話題 哈哈 橋盾騎士大戰遊俠 但是後面有這個火槍喔 火槍打這個橋盾武士傷害很高的 好 那巴西隊開始有點慢慢反打的感覺 但這只是假象而已啊 白河他們這邊已經準備要農上帝王時代了 好 但是巴西隊這邊還是有兩架還沒有點 噢 剩一架而已啊 後來這邊居然還沒有點 本來是波西麵亞剛剛被都跟了一波 是他先點上了 OK 那這樣波西麵亞就還有機會囉 待會這個榴彈泡出來就有機會可以逆轉戰局了 但是我現在覺得巴西隊現在要是爭取時間了 現在不要太魯莽一直往前搖 只要能守住戰線就不錯了 好 那MBL這邊前面直接用這個條盾了 火動武士一直瘋狂生產 而且還生好精銳了 而且他居然不是打遊俠 這個MBL是不是有點在玩啊 有點在開稿的感覺了 好 那火槍一直在往前 火炮也是嘗試去點火槍 好 國文帝遊俠再次出竅一次 直接開打 但是條盾武士傷害來錯算是很高 但是吃到火槍傷害還是很痛 好 後方半戰艇的強姆波 不能過來幫忙 正面上的條盾武士直接搓爛了這些遊俠 但是只剩下幾隻的條盾武士 看來是要充多機少 好 那看一下右邊狀況 右邊波爛也點下了帝龍時代升級 最後升級的卻是波爛了 好 那第二波孟加拉的森旅戰進攻 在持續發酵著 好 左邊戰場兩邊也在跳恰恰 那VIPER呢 VIPER做了什麼事情 VIPER這邊爆了大量弱馬直接進去殺老 這邊還點下了精銳清茶 哇 我才剛講完VIPER他們這邊 庫曼是比較會少打青茶的 結果馬上就打了 還不是打遊俠 這個是在練招數嗎 還是把這個遊戲當單挑再打 高手們都會出一些奇怪的戰術 也不是說奇怪 就是不按理出 好 那這邊還有配上工程器喔 欸 那這個打法就很聰明了 火砲配上工程器 然後配上條盾武士 近戰來說非常強 那打這些單位的話也很痛 打火箱也是綽綽有餘 但是缺點一樣 就是跑得很慢 我對武士 攻擊力很高 好 這邊弱馬攔截的不錯 基本上所有的工程器都活了下來 火砲一條也沒少 好 VIPER這邊右邊已經殺了進去 用了一些清銳清茶跟弱馬直接殺到裡面 波蘭這邊也是拉了非常多的兵喔 來到了波西米亞的林地做個防守 但是這邊要爭取實際上 趕快讓這個作中騎士升級 好 這邊大洛馬也升級好了 那感覺目前 這邊挪威隊 馬尼普他們還是一個有不錯的優勢在的 好 這一波過來燒個一波 開始是肉麻 好 清茶 這邊開始甩弓 差勢非常高 這邊包上去的話 清茶會可能損失慘重 不能硬打 鑽這個洞 好 四恩免MBL 開始慢慢突擊 唉唷 砸到了 很多的火槍 火砲武士開始發揮他的實力了 然後再搭上條盾的鋼鐵槳 工程器防律多死有點坦 好 右方這邊砍個一波 十人呂加強奴 孟家這邊沒有打大象 就是打強奴路線 好 那半戰艇這邊稍微就打了回去了 現在用垃圾兵再跟對方互打 如果打垃圾兵的話 就有點陷入陷阱題了 這邊就有點讓半戰艇可以拿到上風 資源交換到後面了 一定是半戰艇有優勢的 好 但這邊 可惜的工程器已經被解掉了 感覺這邊MBL稍微有點小小失誤 工程器應該是要全部被收掉了嗎 OK 剩下一台軍一頭十一 因此應該也是OK的 但右邊波西尼亞 基本上已經沒什麼太多呼吸了 分明數已經降至 剩下五十三村而已 後方還有些少量的村民 在這邊做防護 但是孟加拉這裡的強奴直接走到TC下 哇 這邊有點在送 突然這邊大量的洛瑪直接殺了過來 但是後方清查對於攻擊力非常高 兩邊打起來的結果 感覺是 輸了 沒救 大洛瑪還是 沒辦法打贏兩家的一個策略 感覺現在還是要打助裝騎士 才會全能打 這個正面扛箭矢能力不太好 最後呢 那目前MBLO有稍微被打回去的跡象 有稍微被打回去了 的跡象 炮加戰矛 感覺這四家在打這個單挑的感覺 有點像在打阿拉伯單挑 好 這邊感覺波蘭抓到了一個優勢 哇 這邊吃掉非常多的 神呂 神呂直接被吃光 然後大陸馬中有踮踏效果 這邊太踏強奴老頭應該是要全部吃掉了 哇 好強阿 這個金罐 波蘭金罐太扯了 強奴直接被吃光欸 哇 好強好強好強 馬來人數量夠多 還是有威懾力的 而且還不用黃金 就可以吃掉對方大量的黃金兵 太噁了 波蘭 好 太扯這邊再秀一下馬功 果然地好像也沒有黃金的樣子 這樣只能出大洛馬做反擊 那論大洛馬的話波蘭真的是蠻強的 好 那我們A隊這邊目前打起來的戰果 感覺是越來越優勢了 那尤其現在是四打敗的狀況 波蘭已經沒有呼吸了 麥可現在可以想去哪就去哪 到處流走也沒問題 而且這邊清查傷害 高達可以用箭矢 直接射掉攻城器 再點一下火槍 好 挑戰武士過來 突出一波 洛馬撤退 右邊的話就只交給孟加拉自己在打了 沒有 這邊還是有出一些心草 現在BIPER現在分兵兩路 雙線進攻 在NBL也是 出了一些挑戰武士來幫忙隊友 感覺BIPER快要打不贏了 這邊是在訓練隊友的感覺嗎 讓隊友一個人一個人抗一家 目前兩邊都互換 結果NBL其實如果出遊俠是更好 那我覺得他不出遊俠可能是在玩 或者是想要讓隊友練習一下這個 團戰單跳的一個實力之類的嗎 如果他出遊俠的話 現在早就已經GG了吧 快速GG 因為基本上條盾打對方博文帝的遊俠是康可的 因為對方的遊俠雖然有這個實力血的血量 但是沒有三防 而且進防來說 有三防喔 但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進防的加成 條盾是有的 但是博文帝沒有 所以我覺得博文帝打起來的話 遊俠是肯定會輸給條盾的遊俠 是肯定會輸給條盾的遊俠 好這邊清查更多 這波西米亞這邊還能繼續玩嗎 破粉極限 這邊愛了幾隻長槍兵防守 哇塞村民要被射光了 少量的石村 關北獸 好右邊破爛這邊 一眼過來 非常多的重裝騎士喔 但是後面清查三位輸出很高 而且這邊是雙寶在輸出喔 而且都已經點下這個射程了 城寶射程8加513射程 跟這個火炮的加翼弓射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火炮要打這個城寶只能靠巨型頭C 這個城寶射程真的是太誇張了 好那左邊還在做正常對抗而已 正面部分 MIPER也沒有一個強行進攻的想法 這邊貿易線有要開始跑了嗎 其實他們這時候要開始跑貓易會比較好 其實有在跑了 但是MIPER還沒有跑 不是MIPER啦 MIPER已經開始在跑貓易了 這邊要處理掉波蘭的話是個大問題 波蘭不趕快處理掉的話 這個肉馬就跟福壽羅一樣喔 源源不絕的一直生出來 非常的噁心喔 有點像小牆一樣 到處都有 好那白跑的分數現在領居最高 但是中間伯昆蒂這邊也是狗了很久 那伯昆蒂他們 這一隊巴西隊友也是開始跑貓易了 那第一個先跑貓易的是這個葡萄牙 但其他隊友還沒開始跑 可能也沒有太多機器可以跑 中間一個右邊打的是最火 水深火熱的地區喔 好這邊巴西隊受不了三達四 打出了GG 因為波西米亞已經慘遭滅國 這邊蓋下隊友跟城堡 波西米亞一直存民都不勝了 我們恭喜挪威隊拿下了第二場的勝利 那伯耕蒂這邊經濟真的是蠻好的 再來就是MBL 這邊存農的路線 那我覺得這一場打得有點 後面有在拖台錢的感覺 如果我看到波西米亞倒的話 我可能就想投了 就覺得哎呀三打四 還要跟世界第一的玩家 Viper還有MBL打 我肯定是心態炸力喔 看到他倒了我就想打GG了 好啦那我們恭喜這個 巴西隊友拿下 不是啊 挪威隊友拿下第二場的勝利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看第三場的比賽吧 OK比賽來到遊戲第三場 挪威A隊隊上巴西隊的第三場比賽 挪威A隊目前拿下了二勝 那這場比賽目前是看起來是有海有墨 那遊墓作為這張圖的一個打法來說的話 一開始的開局選擇是相當重要的 那這邊大家一開始就拚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欸 Viper跟橘色還有MBL三個人直接抱船起降 那目前還有個隊友不知道在哪裡 我先來看一下 欸是這個紅色嗎 紅色這裡還沒有開TC喔 這邊還在選址喔 那這邊紅色已經開下自己碼頭 但是還不確定要在哪裡開TC比較好 那遊墓這張圖來說的話 越早開TC是越早的 是越好的一件事 那盡量喔不要有這種 你一直在選址喔 繞了快三分鐘四分鐘才下TC 那這樣子你TC越晚下喔 村民樹就會越來越少 就是你別人都已經蓋好TC在產村民 你還在找地方喔 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那一開始有海有墓呢 是可以蓋這個碼頭的 然後這個碼頭蓋完之後 馬上就會讓這個村民去捕魚 那蓋碼頭的時候要注意一個細節喔 就是這個碼頭一定要蓋這個小魚群喔 這個海濱魚群的旁邊喔 才可以這樣進行的撈魚 那之後呢你在出這個漁船之後 再去撈這個大魚喔 因為大魚撈的速度比較快喔 所以這個一個細節流程喔 這個玩家們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好 那目前看起來挪威三人的開局方式不錯 但是有個問題喔 因為他們開局的臨近點喔 實在是太接近了 導致他們的資源喔 很容易會被分享掉 而且只要一個人著火 全家都著火 那我覺得像是巴西隊這樣子喔 分散來點會比較好一點 防守來說的話 也比較容易形成一道牆 那這張油木圖喔 有個特點喔 是有這個夜市虎 夜市虎喔 就是這個是死海的概念喔 裡面都是圍起來的一個虎區喔 這裡的魚吃完就沒得吃了 但是一個好處是中間可以蓋戰船喔 可以對這個周遭的沿岸喔 造成打擊喔 那我覺得油海油木最大的特點喔 是這個捕魚喔 要怎麼打贏是個重點喔 跟這個團隊島嶼一樣喔 海戰如果能打贏的話 基本上陸地上不會輸到哪裡去喔 畢竟有這個捕魚的肉類加成喔 自然就可以出更多的兵跟村民喔 好那我們稍微介紹文明吧 文明的部分 Viper選擇的是這個波斯喔 波斯的話 在油海地圖來說的話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但是他在海戰來說沒有太實際上的幫助 但是他有這個工作效率加成喔 TC跟碼頭都有 所以漁船可以出得多喔 戰船也是 只要資源夠多的話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波斯的話 我覺得也算是一個蠻強的文明喔 這個後期可以打這個重裝駱駝 或是這個遊俠 波斯攻兵 免金攻兵也可以喔 種種的因素 讓波斯來說可以算是T2左右的文明喔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這個紫色 那紫色這邊是選擇了維京人 維京人的話是MBL喔 MBL選的 維京人的話是比較偏向於打海戰的一個文明喔 但是他有值得注意的事情 他是不能出火戰船的 所以他在前期喔 已經只能出戰船 那戰船數量一定要夠多喔 才可以打運火戰船 所以感覺是維京這邊可以利用自己強大的維京的天生能力喔 來爆一些戰船 是比較可行的戰術喔 那感覺目前是要讓MBL去打海戰的部分喔 那他這邊海戰的話可以利用他這個輪走 免費輪走跟免費手推車的一個經濟加成喔 出更多戰場喔 好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接下來看一下橘色喔 橘色是瑪莉喔 瑪莉有點算是偏後期的文明喔 因為他的彪悍精神是金冠才可以點 那前期的一個落馬 或是這個村民術 或是這個生成金礦喔 都是後期比較有學 比較後期才會用到的東西喔 所以他在前期要如何度夠喔 是在團戰來說是一大考驗喔 好那來講一下紅色 紅色是達魯皮圖喔 達魯皮圖最大的特色是 帝王時代這個專屬船艦可以出喔 可以一次可以射出很多奴砲的一個戰艦喔 那要到帝王時代之後才可以出 也不一定會出喔 也有可能會繼續打這個奴砲戰船的路線喔 這就是看玩家的取捨 那達魯皮圖最大的特色是 每三個時代都有這個200木的一個 木頭加成 那這個木頭加成的話就可以讓他喔 多出一些戰船 或是直接硬開TC喔 多開TC直接3TC開打 都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 巴西隊選擇了什麼文明吧 巴西隊選擇了波波 波波人的移動速度很快 而且馬舊單紋還有這個費用減免的功能 那再來就是弱攻很強 那這把看起來 牠們那一隊是沒有任何的弱攻文明喔 只有這個達魯皮圖喔 所以出這個相攻 剛好是可以Counter到的 那我覺得波波來說 團戰還是蠻好用的喔 欸這邊直接開稿射路 欸這邊開稿開稿 直接把這個肉腐爛掉 好對手也是有意思的喔 那我們就去看綠色 綠色選擇的是立陶宛 立陶宛的話也是偏後期文明喔 雖然牠的這個獵蹄是很強 但是要撿到四個生物喔 在這個遊牧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喔 因為這個遊海遊牧好像 聖物的數量並不多 並不是這麼直觀喔 可以馬上一次找到的 那我覺得這一個也算是立陶宛的一個 考驗喔 要怎麼玩得好也是個問題 好接下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選擇西班牙 西班牙打遊牧的話 通常是蠻強的啦 不會落到哪裡去的 尤其是單挑 尤其是這個西班牙正部捨立室 直接開鏢 直接秒掉對手都不是問題喔 那由於這場離了對手有點遠的關係喔 所以我不確定他這邊會不會直接 直接直層然後挖石頭 然後去插寶 插在人家臉上 然後出犧牲打法 這樣打是其實蠻有殺傷力的 重點是要把這個犧牲給出出來才行 那遊牧這張地圖來說 大部分都還是選擇直層開9 而不是會選擇一個封建大開打 除非你隔壁有人喔 就像這樣子 你隔壁有人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挖石頭 然後插進塔防守或進攻 那可能就被這樣走 封建時代互打 兩邊就是 很容易會這樣子 好 但是兩邊其實控的還不錯 村民殘血都有拉掉 但是有點危險喔 欸這邊卡一下位 欸可以可以可以 好 挪威欸對這邊打魯P2 終於拿下了勝利了嗎 欸這邊還想要再圍 這邊想要直接到外面直接圍死 可以嗎可以嗎 進不去進不去 好這邊直接圍了 那如果他真的要硬搞的話 也可以直接把這個地區全部圍起來 讓對手難出去喔 但是我覺得也沒必要那麼搞 因為人家都已經上到封建時代了 好趕上去挖這邊的石頭 跟他對一個塔叉是比較重要的 好那這邊圍軍人MBL喔 漁港也在中間喔 中間這個夜市漁港 也是開始出漁船 那上方的魚碼頭呢 也是有在捕魚的 哇這邊漁船按的有夠多喔 搞得好像是日本一樣 大捕魚時代 MBL沒有在演喔 這個是應該沒有要專心打海戰喔 這個漁船能出多少就出多少 封建時代到現在才暗喔 他可能是要直接黑跳城喔 好那我剛剛有講 這個油木來說黑跳城還是比較實際一點 封建很容易打不到東西喔 你可能封建到他家了 對方的這個騎士也出來 但是如果你封建要打漁船的話 又打這個戰艦就另當別論了 如果你要打海戰的話 封建時代就該打了 那這邊MBL選擇打海喔 自己開始要再出這個戰艦 那戰艦部分的話可能要趕快出喔 現在要雙碼頭再出 那四死的要補上第三個魚碼頭 那碼頭應該是會去往後蓋 那往後蓋的話會繞對手 所以這邊MBL我不確定他該怎麼打喔 欸這邊反殺這隻村民打得很好 那碼頭可能會蓋這個位置嗎 但是這邊蓋的話後面捕魚好像還可以喔 其實可以蓋的 那這邊MBL利用自己的巧妙的控兵喔 用了三艘戰艦喔 開始在秀操作 但是火戰船來說一開始還是有優勢的喔 直接貼著打傷還是蠻高的 但是火戰船的一個缺點喔 就是會像這樣子喔 很容易被封箏 欸這邊直接抓掉一隻落單的魚船 MBL這邊魚船也是繼續再出 這邊出了一艘烏火魔童 做一個防守 這裡也是喔 那這裡可能會被燒掉一艘魚船嗎 這邊趕快拉走 欸不拉不拉 OK 好 Viper這邊努力在秀操作 那達歐皮圖這邊選擇了塔工 要來把這個灰色 薄薄直接搞爆 還下了冰宮廠 這邊是要跳城了嗎 這個資源可以嗎 好像有點困難吧 在冰宮廠下不知道是要打什麼 打小宮嗎 還是要打這個赤虹呢 好那這邊橘色喔 是有打海的喔 這邊瑪麗打海好像也不錯 欸瑪麗的這個船 有比較特別喔 好像差不多嘛 沒有什麼特殊的 哇靠這一波 這個炸是這什麼回事 哈哈哈哈 這個居然炸到了 我剛剛想說 嗯嗯嗯嗯 直接沒有散開 炸開了 好那這邊目前阿 波波是過得比較難受一點阿 這個達洛P2也是在努力在開稿 好那viper的這邊漁船數量其實也蠻多的喔 這邊沒有因為阿 要打海的關係喔 我斷這個漁船 漁船的數量還是挺穩的 那對手這邊漁船其實有點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viper的經濟配置喔 viper的經濟配置 木頭是配的蠻多喔 15木 那金礦沒有很多 到6金礦而已 是小小出戰艦的一個方向 那基本上的肉是 都是靠海再去補的 那陸地上的話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特別之所 就是正常的打獵阿 那西班這邊重點來了 城堡蓋在自己家裡 沒有往外蓋 算是比較穩定的打法 那西班征服者的話 就要努力一點 去到處騷擾 會比較好一點 波波這邊開始往後撤喔 這邊後面經濟還是可以蓋的 那TC還可以再繼續出村民沒有問題 好 按下刺激這邊 欸這邊是能上了嗎 應該沒那麼快吧 看一下灰色的資源 灰色的資源 這邊 喔快要上了耶 哇經濟居然夠 看來他沒有花太多經濟在防守上 這邊打獵喔 也是繼續補 好 那魚也是繼續補 打獵也是繼續殺 這邊魚船也是蠻多 八艘魚船 好那馬托這邊 裡面有兩艘火蒙桶跟一艘自爆船 這邊有點危險喔 自爆船如果直接衝到這四艘魚船中間 直接爆開 四艘直接沒喔 這邊馬托可能要小心一點 裡面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裡面場是什麼 這邊會炸嗎還是不炸 這邊不炸 直接開燒 馬托這邊戰艦是跑到後方 來去騷擾立陶宛的漁船 來幫助隊友 一起來打海戰的部分 那主要艦隊自己沒有的關係 後面已經被燒了一乾二淨 馬托這邊有點尷尬 本來有海戰優勢了 變成一系之間變成沒有優勢了 好那目前立陶宛這邊還是很努力的在做一個進攻海上的部分 那馬托這邊也是被燒 好那這個伯伯還出了一艘火木桶去燒這個MBL的漁船 但中間MBL是直接出圍巾大戰船 上了城堡時代直接出 但這邊岸邊其實沒什麼東西可以打 而且對手也沒有在中間開漁港 所以他現在目前沒對手 偏尷尬我覺得有點出太多 應該在上面多出一些圍巾大戰船就可以了 好那目前viper他們這邊已經全部都上了城堡時代了 那對手87A隊還在努力升時代當中 那藍色的部分還在出戰船 所以現在有點難升到這個城堡時代 目前還差200多肉 但是好消息是藍色已經打贏viper的戰艦了 戰艦目前是數量上有優勢 好那上方MBL 維京大戰船也是在努力續這個數量 好這邊有130滴的血量 還是蠻厚的 好那單期增長的戰艦是120左右 就像這樣子 所以多10滴血還是不錯的 那維京大戰船的話也要去點這個彈道血 還有這個一擊射程 弓箭射程的部分 才會射得著 不然會像一般的弓兵一樣會砲弓 很難射得到 這是玩這個維京大戰船需要注意的細節 當然打弩砲戰船也是啦 當然我覺得維京更吃重這個部分 好那這邊西方的征服者 直接出到了五隻數量 那這邊MBL使用生女稍微阻擋 單滴時間直接被射掉 兩隻都沒遭到 直接倒地 虧了兩百斤 那後續的一個發展 我不確定MBL這邊能守住喔 看來還是有人要出弓兵喔 那我覺得現在打魯皮特出這個戰毛 來擋還是不錯的 因為戰毛兵他的攻速很快 那其他玩家來擋的話可能會有點難打 哇 白柏這邊會被射掉了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哇白柏直接損失了四村喔 因為白柏現在要在努力的打海戰關係喔 家裡部分沒有辦法即時第一時間空到 那下方的話雖然隊友來救援了 但是右邊的部分他自己有出騎士跟投車的關係 要來幫忙隊友 那家裡自己也被殺了一些村民有點尷尬 還好這邊又開下第四個TC喔 這應該第三個才對喔 第三個TC開下了 但應該沒問題喔 雖然MBL被殺了四隻村民喔 但自己是波士的關係喔 工作效率其實很好 應該還是 待會還是可以噴到第一名的村民術吧 我覺得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那右邊這邊城堡直接大家互插 插爆對手的黃金礦還有這個小巧的墓區 那上面這邊要直接做給圍死的動作了嗎 MBL這邊大家有幾隻村民喔 這邊蓋房子這邊是要來開稿嗎 好來看一下右邊的圍巾大戰船的一個對射 哇你看圍巾大戰船這個血量掉的很快 見與其發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圍巾大戰船 個人還是很喜歡圍巾大戰船 好射掉 欸欸欸殘血殘血還沒有死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左邊這邊還是被稍微騷擾一下 這邊戰船可能要先往下集結一下 那紅色這邊WP圖魚床也是被稍微被干擾到 那灰色這邊喔 居然沒有被燒有點意外 那目前伯伯應該是快要沒呼吸了喔 這個城堡雖然可以狗一陣子喔 但是現在能挖的只能就只有石頭而已 那目前大家都是努力在專心喔 西班牙這邊繼續再做一個騷擾 那這邊有圍巾戰船的一個海岸壓制喔 喔唷傷害其實蠻高的 直接射掉了一隻吸針 好那伯伯這邊也是慢慢開一下TC喔 後面TC都有在做運轉 雖然感覺他快沒呼吸了 但其實他是很努力在存活下去的 然後我覺得伯伯像那邊拖時間拖得還不錯 有稍微騷擾到這個 達魯P圖的一個經濟喔 那達魯P圖雖然看起來經濟很不錯 但其實他也是被騷擾到了一些喔 不然他經濟可能會再更好一點 所以現在是一家搞爛一家的概念喔 但是我覺得Viper跟MBL的經濟 基本功還是蠻強的 這邊分數還是很高 但瑪麗這邊更差 瑪麗是在最內加的關係喔 所以可以輕鬆農 通常不會受到什麼太大的干擾 那如果要讓瑪麗打到後期的話 我覺得也沒問題喔 畢竟我們剛剛有說到的 瑪麗是個偏後期的文明 他只要打出後期這個彪悍精神 然後海戰也打贏的話 然後他這個肉量也會很多 待會出這些騎士喔 烏駝馬都很OK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待會 這個會不會一挑釋喔 瑪麗一挑釋的畫面會不會出現喔 這邊Viper有少量其實也是在做騷擾 邊農邊打 這個都是高手的共同點 不會在那邊存農 通常還是出些兵去騷擾 不然他們可能存農也很無聊喔 沒有事情可以做 那伯伯這邊居然直接印出弱宮 有點讓我意外 居然他有經濟可以稍微出一些弱宮來騷擾 這邊直接打到Viper的村民 Viper的村民這邊被殺的有點慘喔 只有55吋而已喔 以POSE來說 他這個經濟不應該只會55吋喔 應該會來到6-70吋左右的 但這邊有點慘 那現在目前的村民數最多的是 MBL MBL村民數來到了83吋 對手最多村民數也只有73吋而已 經濟程度來說 Viper這邊還是領先了快將近100吋 337對248 那感覺基本功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數值呢 是有喊這個漁船喔 由於Viper他們這邊是已經有打贏海戰的關係喔 所以漁船 數量會多快將近100 而且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好那最後是 伯伯的漁船是最後被消滅掉的 那這邊伯伯斷了肉之後 要小心喔 會斷落斷村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們不能再專心挖金礦 好 維京大戰船直接稱敗海域 那待會MBL可能 待會就不能再繼續出這個戰船喔 要稍微考慮一下喔 龍經濟上帝龍時代喔 開始去打強弩喔 或是打這個維京狂戰士喔 去做個壓制比較好 那這邊MBL的想法是 海戰繼續 稍微去巡邏 但沒有繼續出了 唉唷 還是我在出欸 他在哪裡出啊 出中間嗎 好 這邊這個沼澤地帶的入口 防守效果非常好 對方犧牲一過來喔 直接被射到滿頭包 好 那這邊西班啊 看到這裡情況不妙 趕快下一個這個城堡 來封鎖一下這個 這個沼澤地喔 不然這邊出路有點不太方便 哇 這兩邊直接一個大暴農欸 直接你農我農 大家都在農 哇 結果MBL在後面 偷蓋這個TC 結果被收掉了 這個TC蓋不起來 不然他就可以在後面 偷偷偷渡一些騎士喔 或者是這個 維京狂戰士後面 蓋大家同車後面開始頂喔 這個後面偷襲的打法 好 那這一場其實大家都打得偏濃喔 好 這邊直接硬是要過河岸喔 那還是損失掉了一些西貞 但是只要能過這個河的話 又可以再繼續騷擾囉 好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對手過來了 好 這邊波波直接絕地大反攻 直接硬蓋城堡 好 要讓MBL的TC喔 受到一點傷害喔 好 西貞也再度過來了 再繼續再農村民 MBL這邊直接慘招 打擊啊 被兩國直接打 但是瑪莉這邊已經經濟上到帝王時代了 那第一上到帝王時代的是MBL MBL直接拉自己的戰船過來打一下西貞 這邊直接圍住來得及 喔 有個洞 尷尬 好 這邊只用戰船反擊 效果其實很好 這個劍魚很漂亮的 Beautiful 好 瑪莉一些駱駝直接來擋 但是目前飆悍精神還沒有好的關係 所以駱駝傷害並不高 但也OK了 稍微擋一下 讓這個城堡騎起來 就問題不大了 這個西貞基本上也是全面被消滅殆盡了 這一波我覺得MBL他們守得很不錯 這個戰船也第一時間來防守 左邊這邊想要來圍死 結果這邊還有戰船 哇 MBL這個佈局佈得很好 到處岸邊都是有戰船的 中間那個戰船也是 到處也是有戰船在輸出 連這個墓血也被騷擾到 OK 瑪莖大戰船射程就是遠 九射程 好 那BIPER也在這個沼澤的路口處也蓋下來做城堡 稍微來阻擋對手的一個進攻跟防守路線 那現在BIPER他們現在四家暴船 那紫色 喔不是紫色喔 灰色待會應該也是會被都更喔 喔 那我覺得灰色到後面應該要趕快蓋TC來說比較好 因為他把太多的村民放在前線在踩資源的話 很容易會損失掉這些村民喔 要分散投資比較好 唉唷有有 他在後面有在蓋 不然他這樣子可能會很危險 因為到地龍時代你的TC喔 或是城堡很容易被巨型投資機全部砸掉 到時候你村民要跑的話 可能會來不及跑喔 這是一個問題 好 波斯這邊已經 要把這個城堡蓋好 那我有點好小 BIPER會不會打這個波斯戰相 這種可能性偏低喔 而且對面還有西班喔 西班要等下金罐之後 招響時間又可以縮短喔 所以我覺得打戰相的機會是零啦 幾乎為零喔 哇 這邊想要蓋城堡 他是沒有看到這邊 MBL剛剛戰團被射嗎 完蛋完蛋 這個城堡要低 趕快低 趕快低 走位 走位 左右走 左右走 對方沒有彈道水喔 左右走就可以躲掉箭矢 OK 好 那目前MBL 拿下了所有的海域喔 那WP2也是藉由自己的海域經濟喔 一直瘋狂捕魚 現在WP2的海域優勢 就慢慢的增長起來了 因為畢竟WP2的漁船 我們兩倍裝載量 非常香 好 那果不其然 這個灰獅一到地龍時代 TC跟城堡全部被砸光了 後方馬力的駱駝來了 7加7飆悍奇兵精神 直接開打 駱駝打村民的傷害也是非常高 直接全部收掉也沒問題 這邊這個手推炮 這邊怎麼突然撤了 左邊這邊直接壓寶 哇 這邊列提斯直接出關了嗎 我們要看一下列提斯的傷害多少 16加3 列提斯好像只拿到兩個聖物喔 攻擊力沒有到最高 但是這邊直接插到了VIPER的農田處喔 這邊大龍田跟黃金直接被幹走 稍微尷尬了一點 看中間MBL 維京 火炮戰團 出出來了 這個中間這個虎喔 這個蠻關鍵喔 蠻關鍵的這個 重要 重要虎 這個虎拿下來的這個火炮戰團 可以把沿岸的城堡全部打擊掉 下方這個城堡應該也是凶多吉少 好 結果VIPER 居然出戰象 哎呀 世界奇觀 我剛剛才說波斯可能不會出喔 這個VIPER應該不會出 結果馬方就出啦 來 戰象一出之後列提斯可能會有點難打 雖然他可以無視對手的裝甲 做出這個攻擊力傷害喔 每一下都是增傷 但是問題是 這個數量一多喔 戰象一多還是很難打 因為他戰象有這個破散傷害喔 有這個踐踏效果 這個波蘭的一騎兵喔 金冠有點像 那這邊戰劍 果不其量 把沿岸的城堡一一摧毀 沿岸四處著火 中間這邊 馬力 也開始在進攻了 大量駱駝直接碾壓力提斯 那VIPER這邊居然打戰象 我真是傻眼喔 我完全沒有想到VIPER會這樣打 那這樣子西班牙的話可以出這個喔 騎馬旅 騎旅的這個生旅喔 騎旅生旅 然後再點金冠喔 高速招響 VIPER的戰象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火炮戰船砸了一波 哇唷好痛 列提斯倒了非常多 欸這一波打會打到隊友嗎 不會不會不會 看起來是沒傷害的 OK 好這邊直接開打 哇你看這個戰象很猛啊 頂一下直接擴散 但是後方要來守一下這個軍情投資機 稍微往後撤一下 好戰象直接 猛向突進 好右邊WP圖也慢慢擴散出去 右邊這邊也直接把灰色 毒出了他們的島嶼喔 敵人就在島的另外一邊了 好熟悉的台詞 好這邊沿岸的城堡 直接sick by WP圖也轉出了自己的強弩 欸這邊有大量的遊俠想來過來打 這邊是西班牙的遊俠 但是這邊沿岸都有火炮戰船 而且還有圍巾大戰船在輸出 這邊遊俠血量掉的很快啊 哎呀很慘很慘 西班牙這邊看起來出了大事 雖然可以收到這些強弩 但是自己也會省事慘重 我覺得不要再繼續打比較好 果然還是撤了 好但是左邊這邊 四路可擋 VIPER大象加上瑪麗的 雕漢精神 縱裝駱駝有十四共三號 直接封鎬 左邊列提斯的城堡 這邊 巴西隊 打出了GG MBL這個封鎖海域作戰打得非常好 連中間這個漁港 海岸線也不忘記要來奪取 打得非常漂亮 左邊這邊大象真的是無解 只能靠這個C班 騎馬這個老頭 騎驢子的老頭來招搶 才有可能招得比較順暢一點 看起來這把打得沒什麼話講 就是MBL跟VIPER 真的是太強了 那我覺得這個隊友 瑪麗也是蠻會農的 該農的也有農出來 而且還有打海戰 他在農之餘 還把這個海戰幫VIPER打贏 這個都是他的一個功勞 VIPER這邊海戰居然是打輸的 有點意外 他可能也是因為外加關係 前面有點被西班牙干擾到 所以不得不改變策略 不去打海 而是要去打這個路上 去針對一下外加的部分 那缺手遊牧板就是該這樣子 不是每個人都該打海 就是這個工作要分配 誰要打海 誰要打陸地上 多人就要先講好 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恭喜挪威A隊 獲得了這次的勝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 維京這邊經濟木頭是很多的 但經濟最好的是瑪麗 瑪麗這邊生成金礦的關係 所以他黃金可以一直挖一直爽 只在需要找一個西等金礦的關係 所以省許很多時間 自己金礦就會一直挖 那這邊多一些金礦可以給隊友 雖然是沒有給了 那經濟最好的管是專性農的瑪麗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國家盃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還有按個喜歡 那如果要支持這個頻道的話 也不要忘記 有這個超級留言可以使用 那也再次感謝這次使用超級留言的觀眾們 讓我可以繼續支持這個國家盃的影片 因為畢竟國家盃的影片實在是十場有夠長 那我們還是會盡力把所有的影片給錄下來 讓大家可以一直回放一直看 好啦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